小龙女与女友公开邀请成龙吴起立参加婚礼,吴起立仅六字回应。成龙默不作声。 加拿大是支持同性结婚的。 要知道只要小龙女和女友结婚,小龙女就不会被遣返回国,会成为加拿大永久居住居民。 到时候吴起立和成龙就真的没辙了。 对此,吴起立的回应只有六个字,妈妈为你骄傲。 成龙会怎么想?对于同性婚姻你怎么看?小龙女为女友公开认爸爸成龙。女友感动现吻。 加拿大是支持同性结婚的。要知道只要小龙女和女友结婚。 小龙女就不会被遣返回国,会成为加拿大永久居住居民。到时候吴起立和成龙就真的没辙了。 对此,吴起立的回应只有六个字,妈妈为你骄傲。 成龙会怎么想?对于同性婚姻你怎么看?小龙女拍视频认成龙是自己爸爸。 小龙女为艾斯奔幻并无家可归。 小龙女为艾斯奔幻并无家可归。 传小龙女失踪半年落魄现身加拿大,我要找爸爸。 小龙女吴卓琳被暴失踪传。 盗窃风波落幕。向左向右。 新浪娱乐雪据香港媒体报道,吴起立女儿吴卓琳与女友Andy与加拿大寻霸。 录制视频短片显示未本月24日,该片更火速在网上疯传。 原来Andy同日在网上平台上传了一段1分49秒的求助片段。 视频中小龙女吴卓琳和女友Andy面容憔悴。 吴卓琳在视频中表示,自己是Jackie Chen,成龙,微博,的女儿,又叫大家转发片段。 在走透无路下,小龙女终于公开认成龙为自己老爸。 吴卓琳在视频中表示拍片是想关心她的人知道发生什么事,她又说。 我们的爱比你们想象更强壮,但我们也感到疲累。 没有人能帮到我们,包括我所认识的人,家人,朋友及政府机构。 她在网上平台又留言自爆患有创伤后压力症后群,PTSD。 吴卓琳称自己曾报警,去过一个慈善机构,也去过医院和食物银行。 我们已经找过警察,去过医院,食物银行,LGBTQ庇护中心,但全部都不理我们。 吴卓琳更指有人硬要将她与女友分开,更情绪激动。 两个相爱的人现在被人拆散,我不懂,为什么?我爱她,我爱你,对女友说。 说到此处更深情妄向Andy表示爱她,Andy立马向吴卓琳现吻。